已经在苗栗的电子厂传播链 因此19号行政院长苏贞昌 也前往到晶圆电子关心防疫工作 他肯定这次中央地方 以及企业界的合作抗疫 让疫情逐渐趋于稳定并且控制 苗栗线二度已经来临确诊 包括了前一天竹南运动中心快筛站 有7个人原本是快筛后阳性 PCR后来是阴性 其实没有大碍 疫情看似趋缓 但县府仍表示防疫不能松血 大家加油打气 为了辛苦 同时也来关心 行政院长苏贞昌到苗栗金元电子厂 视察防疫工作 这波疫情不少电子厂受到影响 如何加强防疫又不影响经济 也成一大考验 希望能够让台湾的经济 继续在问题中成长 同时对于国际的投资等等 也都能够加码投资台湾 19号苗栗线再次迎来零确诊 针对集中检疫所隔离中的高风险移工 做全面性PCR检测 总共14005人 确诊123人 前一天竹南运动中心快筛站筛检 结果有7人呈现阳性反应 经进一步PCR检测 结果通通为阴性 疫情看似趋缓 但依旧不能松懈 至于领长是否也会列入 施打疫苗对象 县府这么说 县府也提醒20号开始 第二波施打疫苗对象 为80岁以上长者 务必要尽速医约定时间 前往施打疫苗提升接种效率 记得张欣杰没有采访报导 发生的被判断 您 replies 两句话 当初心里 功能 有